作詞曲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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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床邊床的外 翻籠的車水馬龍夢想怎麼在 庆祝的玩家燈火思念隨風來 徘徊不言之事落淚來 释懷 該有的豪邁 夢想的勇往之前沒有了依賴 朋友的祝福滿載我也終於來 期待 陽光才早了進來 中央的地方面臨整個產業的轉型 人口外移 如果我們可以幫他做連整個時間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很努力去推動台灣環境復興的想法 中央的豪邁 夢想的勇往之前沒有了依賴 他其實鏡頭也很感動 可是現實的收入跟這個環境的作為 他鏡頭還是很掙扎 我男朋友在那裡做的那裡 我整個補的餐廳跟整個屁股在那裡 那裡人說那裡不清 為什麼要做團門這個人有一個 我做力量存在在這城市學習 可是其實踩下去我覺得很舒服耶 就是那種鬆軟泥土的感覺 讓你覺得很靠近這片土的感覺 如果我沒有理會這樣 就算你做了兩種路 我會這樣做的東西 只要是有一個小朋友 我會這樣做的東西 有一個小朋友 要做一些大事 為你需要很賤餓 或使用來風流 或是說無量的交流 或是說悉嗎 我們會這樣做的東西 然后我时常会问一次话 就是说你这边这么漂亮 为什么拿这边的土地是没有人买 可是没有人用 可不可以买之类的 土地之类的问题 我渐渐才发现到那个事态严重 喊一 integration 喊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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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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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艳的颜色 冷冽的眼神 抖动的蛇性 胸爆的毒牙 赤尾青竹丝在人们的眼中是极具威胁的象征 身在野外 人们会因为害怕而断然将它们铲除 然而这些制造恐怖印象的生物 其实它们打从娘胎出来 每只小蛇就要面临着许多的恐惧 在甲缝中成长 也许毒蛇的故事是一出出惊悚或是令人嫌悟的故事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 将是一则赤尾青竹丝 不为人知的生命的故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圣经中对蛇类的描述 传说中的凶恶巨蟒 坚定了蛇作为邪恶图腾的地位 也强化了人类对蛇的恐惧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蛇类都有毒 那是因应生存策略而自然演化出有毒或无毒的生理特性 牡蛇调整好适当的姿势 静静地等待 苏德士赤蛙只顾着寻找另外一半 莽撞的行径却引来了杀生之祸 人们怕蛇 因为他们自古以来就是邪恶狠毒的象征 但又有多少人看见他们强硬武装背后的生存优据与仙弱 为了寻求生存的机会 赤蛙青主司戴上了恐怖的面具 但在全球气候变迁与漆地的不断紧缩下 他们也承受着物种消失的恐惧 蛇泽真是如此可怕吗 以冷血的形象从人类过去的历史中传承下来 又必须再延续着凶残的形象走入未来吗 人类为了经济发展 破坏了赤蛙青主司的欺敌 使其被迫扩大觅食范围 增加了生存风险 为了求生存 赤蛙青主司背负着恐怖者的包袱 怀着内心的忧据 徘徊在未知的道路上 如果我们能从自然生态的语言看懂这个世界 也许也会发现 人类所拥有的恐怖与猙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钝头蛇是一个特殊的族群 它们以蝸牛为主食 因为绝大多数的蝸牛 螺壳都是顺时钟方向旋转的右旋形 为了更有效率地取食右旋形蝸牛 它们演化成右痞子型的掠食者 有趣的是 因为右痞子天敌的选态压力 使突变产生的左旋形蝸牛存活率增高 于是 引化出了左旋形的蝸牛种类 以下就是蝸牛与钝头蛇的故事 这是钝头蛇小呆 是去年秋天出生的小蛇 眼珠转呀转的 似乎还在探索这个不太熟悉的世界 刚出生时 蛇身长度只有15公分 经过一个漫长的冬季 现在也才20公分大小 还只是个小孩 趁着偶尔回暖的春天出来活动活动 蝸牛的裸壳有固定的旋转方向 分为左旋与右旋 由顶端向下看 顺时针转的就是右旋 逆时针方向的就是左旋 回顾海洋中的罗类 这些与蝸牛近似的远轻 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右旋的种类 但是陆生的有肺类蝸牛中 左旋的却占有相当比例 尤其是钝头蛇喜欢吃的南亚蝸牛科 左旋种类的比例更高达四分之一 这种奇特的演化现象 引起科学家的关注 蛇类的下颚骨 由一块方骨与头骨连接 经由方骨以及肌肉群的作用 下颚可以大范围运动 吞食比自己头部还大的猎物 而且下颚骨还特化成左右分离 以增强吞食效率 钝头蛇以蝸牛为主食 为了更有效率地捕食右旋型的蝸牛 它的下颚特化成不对称的形式 右下颚的牙齿数远大于左下颚 使它成为名副其实的右撇子 依照惯例 小呆起床后 先在附近的树枝上擦拭嘴角 擦完嘴后打个大哈欠 就算完成了起床仪式 可以开始今天的活动了 突然间小呆停下身影 不动地看着前方 因为它发现了猎物 小呆进食时会利用上颚固定裸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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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左右两边下颚轮流伸入裸壳 利用倒勾般的牙齿勾住裸肉后往外拖出 如此左右左右反复动作 直到将全部的裸肉拖出为止 脱出壳的瓜牛肉随即被吞咽 利用颈部的肌肉收缩将肉块推挤向腹腔 完成吞咽后 小呆慢慢将下颚退出 此时 瓜牛壳常因过多的粘溢而粘附在下颚 小呆会利用树枝将壳刮下 并且在树枝上擦拭嘴角的粘溢 在顺利捕食的情况下 炖头舌通常可以很有效率地吃干妈镜整治瓜牛